男人每天必须刷这颗小草一万遍 来确保他们赠名瓦量的 却也因为这颗小草差点毁灭了地球 因为就在刚刚 男人刚打扫完草坪 一个气儿不登 就一脚踩了上去 小草被疼得直跺脚 男人一看火了 警告他看警示牌 结果男人却假装没看见 这绝不能忍 那可是自己的心肝大宝贝 于是就一把掐住了小胖 谁称想 小胖一下就跳到了黄毛的身上 还对黄毛的脑袋一定攻击 黄毛怒了 于是一个反腿就牵住了小胖的脑袋 也来了一顿猛攻 小胖不示弱 又一拳把黄毛打上了天 就这样 两个人左脚踩右脚 上天了 等他们反应过来 已经在八千万米的高空了 但这还没有完 两个人又继续打了起来 此时的黄毛根本不是小胖的对手 被他一圈一圈打得团团转 好在关键时刻 被一击击击 直接就给小胖子来了个泰山压顶 小胖子瞬间就被派到了飞机上 于是两个人又在飞机上打了起来 狡猾的小胖子一脚就把黄毛绊倒 幸好黄毛踩到了飞机引擎的边缘 小胖子拼命的丢东西 想叫黄毛掉下去 结果被黄毛一个闪线躲了过去 却把飞机的风扇点燃了 便看飞机就要坠毁 两个人只好跳下去 还好躲过这一劫 可你绝对想不到 好戏才刚刚开始 这时小胖受到了一群乌鸦的攻击 这可把黄毛乐坏了 没想到 自己却被老鹰抓住 更没想到的是 黄毛轻轻用力一拽 就远把老鹰大蟹拔块了 打着打着两个人也饿了 于是小胖抓住了一只蝙蝠 就这样两个人在天上架起了烧烤 那小鸡腿肯的那是嘎嘣脆 吃饱了鸡腿也喝够了西北风 两个人又睡了一觉 结果天刚刚亮 俩人又干了起来 小胖使出了风火轮 一拳又把黄毛打上了太空 自己却安全落地了 结果黄毛怒了 他拽下太阳 团不团不就砸向了地球 势必要消灭小胖子 万万没想到 自己精心呵护的草坪 也被瞬间摧毁了 他伤心极了 这一仗没有胜负 只有两败俱伤 经过几个春去秋来后 小草坪又恢复了原貌 两个人的灵魂 也终于话题为友 成了好朋友 所以愤怒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为什么不能和平地对待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步海阔天空 女人总觉得鼻子里有什么东西 下一秒 一条尾巴就钻了出来 起初医生还以为是鼻涕 刚想把他擦拭 结果嗖一下 那东西又钻了回去 太可怕了 医生赶紧拉他去做鼻腔镜 结果怎么看都看不到 就好像蒸发了一样 难道刚才是错觉 于是医生决定再试探一次 突然 我的妈呀 终于看清了 那竟然是一只 足有五十斤重的马黄 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赶紧安抚女人 让她保持镇定 但问题很严重 如果不及时拿出来 马黄很有可能会钻进女人的脑袋里 医生根本不敢耽误 于是赶紧拿出了一把锋利的镊子 又拿出了个刺鼻的神秘药剂 对准女人的鼻子 就一顿喷 她想把马黄熏出来 还叫女人保持镇定 但女人太紧张了 不停地刺激医生 这更大大加重了熏出马黄的难度 但医生却无比坚定 死死地盯着女人的鼻子 就这样 整整削了三个小时 一条尾巴终于渐渐露了出来 突然 医生一把钳住了她 结果 女人一个大嘴巴子 马黄又钻了回去 本着职业的操守 医生并没有生女人的气 为了安抚女人 医生又找来了她的妹妹 在妹妹的吉利劝说下 医生强行撑开了女人的鼻子 一下就抓住了马黄 终于 马黄被拽了出来 原来几天前 女人去参加游泳派对 由于水质不干净 一只马黄就钻进了鼻子里 所以外出 也一定要注意 为一生健康 这个一百岁的牵翼富豪 想要长生不老 于是就跳进了300度的冰水里 结果 真的变成了18岁的小伙子 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在北极的原始人里 流传着一种秘术 只要花重金 就可以让80岁的老人 重返18岁 富豪得知消息后 就赶紧驱车赶往 看着驾驶 一定是个非比寻常的 重量级人物 钱多的更是几辈子都花不完 而这样的人 唯一担心的就是 钱还没花完 人就敢了 因此 但凡有一点有关长生不老的秘方 他都要尝试下 富豪还没有到 北极的法师就先急了 为了几两岁银 他们早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他们先是用密气 测量了一下水门 然后再用香薰 薰了整整八个小时 就等富豪的到来了 而富豪也是毫不客气 一秒不耽误的直奔主题 他脱去千万西装后 就跳了下去 又整整浸泡了十个小时 奇迹发生了 果然出来了一个18岁的少年 接下来他的第一件事 就是重新检测了自己的身体 状况非常棒 又叫工厂的工人 每日每夜的为自己赶至礼服 来庆祝他的脱胎晃骨 看着镜中的自己 富豪满意极了 随后又被成全的豪车 护送到了机场 从此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只知道又多了一位 既年轻又神秘的富豪 如果真的可以让你重返18岁 你想试试吗 小弟弟刚洗完澡 一双48号大脚就踩了上去 一顿蹭泥巴 太可怜了 可没过一秒 又一个男人提着三顿重的行李 也踩了上去 这鞋好像一百年都没洗过 小弟弟都快被蹭死了 这还没完 又差点被门击死 小弟弟怒了 可突然一个强力吸尘器 就来到了他的面前 尽管小弟弟批命抵抗 可还是被漆进了 垃圾处理器里 这可小洋葱太坏了 为了不被主人吃掉 他硬实挤出身体里 辣眼睛的汁液 好家伙 这把女主人给呛的 眼泪滑滑的 没办法只能放弃他 但万万没想到 不到一秒 主人又回来了 还带了各种装备 小洋葱都被吓傻了 一下就跳到了地上 刚想逃跑 但还是被主人抓走 做成了美食 小香皂也太顽皮了 女主人刚想洗手 他突噜就滑进了水池里 还做起了游戏 无论女主人怎么抓都抓不住 女主人还要赶着去约会呢 但小香皂就是顽皮的不让抓 还玩起了过山车 女主人怒了 硬是抓住了他 万万没想到 手一划 香皂居然又划了出去 幸好掉到了衣服上 否则他又要逃跑了 粉碎鸡太能吃了 一天要吃几万张吃 吃起来那是嘎嘣脆 可这天他却对主人的护照 动起了歪脑筋 他想尝尝护照的味道 于是捡起来就塞进了嘴里 幸好被主人及时发现 一把就拉住了自己的护照 可粉碎鸡就是不肯给 到嘴的鸭子可不能飞了 但主人的力气太大了 护照还是被抢走了 主人也是替自己捏了把汗 小粉碎鸡失望透了 不得不说他们太可爱了 那你们最喜欢哪个呢 如果你不小心掉进巧克力池里 该怎么办 首先是啥也不干 把你的头露出来保持呼吸 然后再等待救援 这个男人是个十足的吃货 因为偷吃 不小心掉进了巧克力池里 等到消防队员赶到时 男人就只剩下脑袋 露在外面了 但巧克力的密度很大 男人呼吸非常困难 于是消防员就赶紧拿来梯子 然后坚固的架到巧克力的桶上 他们想用两个人的力量 将男人拉起来 但巧克力的密度极其高 包裹着男人足有几吨重 他们根本拉不动 突然 消防队员差点掉了下去 更糟糕的是 男人由于力量的拉扯 让他又陷得更深了 而且巧克力还在不停的凝固 如果再不及时把男人拉出来 男人不仅会因为无法呼吸而窒息 还会和巧克力融为一体 他们赶紧拉起男人的头 将一根管子插进男人的嘴里 来确保男人能呼吸到空气 但男人还是因为体力不支 陷得越来越深 眼看两个消防队员 就快拉不住男人了 他们的队长 突然看见了牛奶香 于是他赶紧用一根管子 将牛奶倒进了巧克力池里 想用牛奶来稀释巧克力 再用两把铁锹拼命的搅拌 来加快稀释速度 降低巧克力的密度 果然 几分钟后 男人被成功的救了上来 所以贪小便宜 吃大亏 女人刚刷弯弯 完全消失了 三个橙子摆在一起 橙子也瞬间消失了 就连一样颜色的小汽车 只要停在一起 都会立刻消失 你绝对想不到 这居然是因为上帝在玩游戏 直接导致地球上 所有相同颜色的物体 碰在一起就会消失 无论是身上戴的 还是脚上穿的 只要上帝赢了 这种奇葩的现象才会消失 但这可难坏了学校的校长 因为他们的制服都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人不相信 直到三个小姐姐碰在一起 刷 没了 大家一下陷入了恐慌 直到校长宣布 从此上去不允许穿校服 他们这才雀跃起来 但新闻一出 所有的三包摊 都不敢再靠近对方了 还彼此主动保持距离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整个网络也陷入了僵局 因为三个W一输出就会消失 导致互联网瞬间瘫痪 但这种三三消失的现象 也并不是屡失不爽 男人为了泡妞 就把自己的手机 和美女的手机放在一起 哎 手机却没有消失 原来他的手机是山寨的 简直要笑死 可危险的是 这也让坏人抓住了机会 他们为了灭口 会把抓来的人 穿成一样颜色的衣服 结果却没有消失 原来是上帝的游戏失败了 而一旁的小仙子却顺利通关 看着小仙子头上的金色王冠 上帝气坏了 更可气的是 小仙子还取笑起了上帝 于是他赶紧又来了一把 结果地球又开始三三消失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就算有难题 也不要祈求上帝 因为他也很忙 只有自身强大 才会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这是一场奖金500万的射击比赛 选手只要打出一颗 可以弯曲的子弹 并打中把戏 就可以赢得500万奖金 为此男人尝试了很多设计方式 他能成功吗 就在刚刚 为了增加设计的难度 他们先是在近距离处设置把心 然后在把心前 又设置了障碍物 选手不可以越过障碍物 去打中把心 才能获得胜利 可这显然很难做到 男人尝试了一下 结果根本不行 但为了这500万 男人还是拼了 在力量和速度的加持下 男人用力地甩出了一枚子弹 但很可惜 也没有打中 男人认为 可能是因为力量太大 于是他又尝试性地射出一枚 这次奇迹发生了 他居然成功地让子弹 跑出了完美的曲线 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趁着自己有感觉 他还想多来几下 男人好像忘记了500万奖金的事 开始玩命地射击 尝试各种方位 各种姿势 甚至边喝饮料 边射击 主办方都被吓懵了 可男人就是停不下来 对于射击爱好者来说 奖金已经不重要了 反而记住射击的技巧更重要 由于不停劝阻 主办方怒了 结果男人一着急 完了 主办方直接就倒到了地上 原来是枪走火了 这下不仅奖金拿不到了 自己还要受到严重的惩罚 所以凡事要懂得适可而止 话分交通只能害人害己